还没进到房间 先感受到一股阴森气息 新郎亲自邀请宾客走进新娘房内 明明是大喜之日 怎么越走越有种不妙感觉 误闯鬼星人的新婚之夜 想安全脱困 得一旬现场遗留道具完成任务 而另一间房也很恐怖 这里过去是邪恶女巫的魔法聚会场所 现场种植着比人还高的食恩花 以及各种怪异植物 看的人背急发凉 要是可以住你敢住吗 那其实关系到台湾民众 对于万圣节的活动不仅止于 10月31号当天 其实前后期间 对于它相关的无干体验 或是一些有趣好玩的活动 都非常的有兴趣 就怕恐怖田房太恐怖 没人敢住 六幅万一酒店 佛心推万圣节主题房 把邪恶元素变成萌萌装饰 指定期间入住 双人一搏一时七千有找 同时也推万圣节限定餐点 售价999元 内容有用火龙果酱汁制作的 同龄眼沙拉 以及番茄和甜菜更为基底的红色汤头 另一间南部的合一饭店 台南新门馆 10月28号举办万圣节晚宴 超过30道以上的主题餐点 都用骷髅 魔鬼和幽灵等元素制作 台北爱立酒店的大厅酒吧 洗手电影 将剧中的眼球 鲜血制作成条酒 从入住到吃下肚 都可以假鬼假怪一下 看着万圣节能创造话题 原本未在神旺大饭店的面包房 也搭上恐怖话题 开发一系列产品 其中这个拟蒸蛋糕 鱼头菌 石斑菌 一整颗摆上桌 还睁大眼 实在吸睛 那它的外皮呢 是用蓝莓果泥 还有果胶色制成 内线的部分则是由 番茄果冻 草莓果冻 以及慕斯所交错而叠的 口感非常的清爽 另类造型吸引年轻族群 加上这一系列可爱造型面包 抢供亲子客池 业者用鬼点子 开拓市场 抢商机 巴拉新闻综合报道 锁定巴拉名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